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豬仔今天介紹了一隻GS 一隻離地點的推介 相信很多錶迷都會大開眼界 看到一隻這麼漂亮的手錶 Spring Drive 對GS9R的機身認識會多了 今天第四條影片的推介 現在下午六點半 相信很多錶迷都準備下班 有些學生已經放在Easter Holiday 復活節假期 這隻錶一向都認為 非常漂亮的一隻Casio 作為今天第四隻推介 這隻Casio是一隻 Casio Day Day 你看到12點位置 有星期的傳寫 6點位置是一個 日力槍 這次介紹 兩個顏色 雙響炮 兩個都是黑面 不過一個是全鋼 一個是間金 裡面都做了一些金色的點綴 間金那個 我自己很喜歡這隻手錶 甚至乎有些錶迷 玩過換尾 換皮帶 換得很漂亮 整隻錶很高檔次 先講解一下 八隻銀色 最普遍的銀色 中間有一個壓紋的花紋 除了一個黑色的鈴 中間還有一些壓紋的放射性紋 然後 再加上Day Day 當然 Casio是石英錶 不會是機械錶 因為Casio如果是機械錶 你可能被騙了 因為Casio是沒有機械錶 Casio只有石英錶 好了 這個錶是行電池的 大概 它用上了SR920SW 大概三至四年 就更換電池一次 但時間非常準確 因為石英錶 每月時間錶準五叉值 正負二十秒 每月 一日是少於一秒鐘的午餐 你看到它 十分增加星期日來 簡單的機械 再加上 錶關位置 擺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拉推罐 這個錶很受歡迎 一向都是 爆款 用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你看到它的黑度 都是做了特製的字條釘 凸起了字條釘 另外 時分針有夜光 星期日力槍 都是做了白底黑字 這個顏色的配搭 就是黑狀銀 所以裏面就做了銀釘 和銀色不鏽鋼的錶鋼 你看到它 時分針有夜光 那個夜光老實說 就弱雞一些 都看到的 但弱一些 然後錶腳位置 做了一個拋光處理 大概這裏都有些細節位 我拿支筆幫大家看看 這裏有個三角叮叮 裏面好像做了噴沙 外面又做了光身 這裏錶腳位置做了光身 這裏也做了一些小細節位 還有那些小細節位 就是它做了護官位 整個錶 錶帶方面都有些花紋 它做了拉絲間了拋光的錶帶 配合光身錶圈和光身錶腳 好了 耳蓋方面做了有眉條 三顆眉條 雖然沒有保險鍵 那個錶扣做了一個拉推的錶扣 上面就有卡錶的logo 拍開了之後做了噴沙薄橋 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一個陷入式的底蓋 五個巴的防水 Water Besits 生活防水 五個巴的 洗手也可以 油水盡量不要 下雨也沒有問題 日本機心 中國組裝 Stinger Steel 不受說 好了 接著就是 反過來給大家看正面 看多看一隻銀色 很漂亮的錶帶 還有很簡潔 我覺得DADAD 不需要太複雜 它有少許模式 做了放射性紋的錶盤 另外 鑑金色 這隻鑑金色也很漂亮 金色撞了黑色的錶帶 這也是完美的顏色 黑狀銀比較普遍 黑狀金 其實留下金色帶 因為是鑑金帶 也很適合 因為它有金色的index 配合鑑金色的帶 另外錶扣位置也是同樣 有眉條位 三落眉條 錶底也是一樣的 整隻錶的總重量是104g 我試一下 先調整機心 玩一下機心 有停錶功能 我試一下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育時間 教育手感 一定比你預期中好 雖然是幾百元貨制 但很好手感 教育到6時多 半格我們教育星期日立昌 半格我們向下轉 教育日立昌 大聲的 一格格跳的 好 接著 向上轉動 教育星期 都是一格格跳的 沒有大聲 不過下星期 我最喜歡它做英文傳社 因為很多時候 每天都做了英文簡社 這裏做了英文傳社 還有線型槍 這裏 104g 試一下 看看 看看官網有沒有不對 先看看 104.9g 104.9g 跟官網差不多 相約 直徑方面 有幾大尺寸 官網是39.9mm 所以我量度數量度 我量度數量度 也算是39.6mm 如果不計算的 如果算是39m 所以算是39m 如果計算 可能是39.7mm 差不多40mm 厚度方面 只有9.3mm 也不算厚 機心也是薄的 标的质量和价钱的对比 都非常棒 两种颜色的对比 三年多换一次电池 SR920的电池 朱仔推介多少钱呢 这个就是重点 因为3月1日有点价钱调整 朱仔尽量自己硬吃了 亦是我的标迷 所以大家记得鼎力支持 带大力给多个like share 订阅 按钟仔 朱仔这款之前卖268元 轻微调整10元 278元 这款有完装盒 说明书保证 做一年保证给大家 278元 买到日常的 非常棒 金色 这款多少钱呢 之前卖328元 朱仔没有调整过 但卖不多 好了 银金色 带了银金色 给大家看 其实这个耳蓋位置都做得很好 都是贴着的 因为我手腕都比较小 但是尺寸做出来都OK 好了 非常之正的 就是Dayday的Carsio 一定没有介绍错的 如果你上次买不到 上次秒杀 买不到 今次千万不要错过 朱仔 这个黑色面的 黑狀银的 我就有4个 有4个 黑狀金有3个 好 好 喜欢这支标的标迷 可以在WhatsApp 打给我都可以 告诉我你喜欢这支手标 想在佐敦店拿 还是荔枝店拿 好不好 今天是一支 Dayday的Carsio 希望你喜欢朱仔 今天第四条片的 超顺价推介 因为外面加了价 其实都是差不多 三四十元 朱仔一只颜色 轻微调整了十元 另外一只 没有调整 希望赚到大家的口碑 和认同 好了 标带方面 怎样玩法呢 我在标迷的灵感 他换了给我看 简直就是 非常之正 这个是快策 快策的标带 那换了上去 哇 很棒 一个Dayday 立刻像高级 不像几百元的货带 立刻 很帥的一只 百多元标带 这个是 一个绿色的标带 有没有车线的手组带 有些联纹的 另外就是一个 有车线的黑色皮带 有车线的黑色皮带 做了车白线 很划算 这个都是一百元的 撞了上去之后 又有另外一番 整只标都很年轻 一百元的标带 做了大扣 车白线的 好了 另外试一下撞一下 这款 这款我不太推荐 改标带 反而这款是奸金色 因为它反正的带 都是奸金色 都配合的 这个撞上去 都给大家看 一百元 再换一条带 或者多条带 都没什么问题 好了 撞了这个绿色的 都是 标带 好了 那 记得了 再说一次的价钱 怕大家忘记了 那这款 银撞黑是二百七十八元 那奸金色 黑撞金这款 就是三百二十八元 好了 喜欢这款标的标物 可以在WhatsApp 打给我都可以 都是那句 对了 手快有手万无 如果上次买不到标为 今次千万不要错过 尽快找我 好吗 我们下集见 拜拜